这个安氏先生 他在这个注解里面 还引用了一段佛典故事 佛典故事也很有趣 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这是在天主古 就是古印度 有一个人叫卢志 这是个老头 就像法国巴尔扎克小说 葛郎台的这样的角色 非常吝啬 真是一文一毛不拔的 那么他对家里人 他虽然很富有 可是对家里人很苛刻 基本上全家人 就是美好吃美好穿 生活得像奴隶一样 一点都不像一个富家人 穿的是破衣 吃的是糠米 所以常常被别人讥笑 这家人都已经吃够了苦了 这有一天 卢志 他遇到一个佳节 那么这城里 张灯 结彩 很热闹 这个老头 就想到 今天 很难得 佳节 我应该出去庆祝 庆祝 于是 就从自己的财库里面 去取了五钱 这五钱 大概就是像现在五块钱 取了以后 心里就想 这五块钱 我不能在家里吃 因为在家里吃 跟这些这么多人一起吃饭 大家也分不了 我不如我自己去受用 那于是 他这个到了市场里 就用两块钱 买了一点麦粉 这个又用两块钱 买了点酒 最差的一种酒 然后又用一块钱买了些葱 这样子 这是他最好的佳肴 那么然后 他又在家里 去取了一把盐 就到城外 找到一个树 树下面 就开始自己享受 他很少能享受到的美味佳肴 结果 到了这个树下 一看 不行 这里鸟兽很多 怕他们会来争夺 于是又挪了个地方 挪到了野坟里头 在一个坟堆里面 这一看 这很多猪狗 野猪野狗都在这 他就待了很久 等到这些野猪野狗都走掉了 他才把他的这些食品摆开来 就怕猪狗会来抢 那么摆开来之后 他就美美的吃上了一顿 把酒都喝完了 这个面粉 那葱 吃的是一点都不剩 那么 这个 酒足饭饱 那么也 这个头脑就不太清醒了 这个已经有点醉了 那么他就明明 这个 这个 洋洋自得了 他就是 在那里 大声的唱歌 说我今天在佳节里面 大吃大喝 好不快乐 这个 能超过北天王 还超过 这个 天地 誓题还音 哇 这口气开始很大 结果他在这个野分堆里 唱这首歌 那 天人 听得很清楚 这个 上帝 就是 佛法里讲 这个 刀利天主 誓题还音 听到 这个 吝啬的老头 就吃了这么点东西 就说 他的快乐 比我还快乐 真的是太狂妄了 不知天高地厚 我得跟他开点玩笑 这么 于是 这个 刀利天主 就来到人间 变成 这个 炉智的样子 这个吝啬老头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那么当时 这个 炉智还在 那个野分堆里 还没 吃完 唱完了 那么 这个 天主 就变成 他的模样 回到他的家里 把门 叫开以后 就跟所有 家人说 今天 我告诉你们 这个 我过去 这么吝啬 是因为 是因为有一个吝啬鬼 附在我身上 那么 所以 我变得这么吝啬 本来我不是这么吝啬的 现在吝啬鬼 跑掉了 你们现在 在我家里 所有东西 你们愿吃什么 吃什么 愿拿什么 拿什么 通通都是你们的 家里人听了之后 非常高兴 于是 大排宴席 大家 又吃又乐 而且 把他很多的好东西 全部都分掉 这个 天主 对大家又说 今天大家都很快乐 但是 这个吝啬鬼 可能今天晚上 就马上要回来了 那么 他跟我长得 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看到他之后 不能让他进门 要用棍子 把他们打出去 否则他一进来 我又会变得 像以前那么吝啬的 这家人一听 好了 正好吃饱了 喝足了 有力气了 全部拿着棍子 等在家门口 没多久 这个卢志 他就醉醺醺的 哼着歌 回到家里 一看到家人 全部拿着棍棒 怒气冲冲 对他 又大又骂 说你这个吝啬鬼 不准进来 把他打的 这个头破血流 他说我 我是卢智 不是 你是 你是吝啬鬼 然后呢 后来他的太太 还有他儿子 他们都出来了 都拿着棍棒 揍他 最后呢 他这个觉得自己很冤枉 那么于是呢 就告到了国王那里 这个国王呢 当时啊 就没有上朝 不理他 那么这个 这个奴智啊 他就啊 献了一块 这个绢布 拿这个绢布啊 夹在这个自己的 这个页下 说我要进贡 这个大声的呼 我要进贡 结果呢 这个 国王听了 这样好吧 那有人来进贡 叫他进来看看 那么这个奴智啊 就 就夹着这个 一块小绢布啊 还很怕别人拿走 这个夹着紧紧的 到了国王这个 这个 身边 然后呢 把这个绢呢 递上来 这个刚递出去 那这个 刀利天主啊 他用神通 就把他的绢布啊 变成啊 这一树稻草 这国王一看 你怎么拿这一树稻草 来进贡啊 就有点啊 这个不高兴 就笑着对他说 行了 我不用你的进贡了 你就赶快拿 你有什么话 你就说吧 这个颅智没办法 就含着泪啊 哭诉 说自己这些遭遇 这国王听了 也觉得很奇怪 就说 难道你家里 还有一个颅智吗 于是呢 就命人呢 把那个颅智啊 也找来 两个颅智啊 对部公堂啊 长得是一模一样 这国王也觉得 是不是这两个人 是双胞胎啊 让他们脱下衣服 来验 验身体上 那个智 结果呢 同一个部位 长得都智啊 一模一样 这根本不能够分辨 又让他们呢 写 写个字 看看自己 自己也是一模一样 当然这是 刀立天主 有神通了 结果呢 这双方争执不下 这国王也是战二金刚 摸不着头脑 实在没办法 就想到 这个我们成里 释迦摩尼佛啊 那是大智慧者 请他来判这个案子吧 我们判不了了 于是呢 就带着两个卢志 去见释迦摩尼佛 结果来到 释迦摩尼佛的精神 这是 佛住在 齐数级孤独园了 这个佛 见到两个卢志来了 这个就对着 刀立天主 画线的卢志 说 你呢 不要再开玩笑了 你就献出原形吧 那么 于是刀立天主呢 就一下子变回原形 就飞到天上 那这个国王一看 哟 这是 天地啊 那不得了 立即啊 倒头就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卢志说 那现在呢 真相也明白了 啊 可是我现在回家 家里东西都被啊 分走了 怎么办呢 这天地呢 就在空中说了 啊 说你啊 要真肯不失 啊 你的家里面呢 还是能够完好无缺的 这卢志啊 就不高兴了 你说的话 你是来戏弄我的 啊 我是只信佛 啊 不信你 他被天地啊 竟然这样子啊 不客气 啊 结果佛呢 就对他说 那你呢 要相信啊 啊 帝氏的话 啊 这个你现在就放心回去吧 于是你卢志呢 就只好回去了 啊 结果回家里一看 果然看到啊 自己家里的东西啊 一样都没少 啊 那他也就喜出望外了 啊 他也就悟到了 是啊 做人不要这么吝啬 啊 你看做人做了那么吝啬 啊 让家人都这么痛恨 啊 那么自己这些东西 啊 随时都可以失去 啊 为什么不拿来不失呢 所以卢志呢 这就慢慢的 他就开始广性不失 啊 就一改啊 过去那种啊 吝啬的毛病 这是啊 佛典里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是 灾字啊 卢志长者 因缘经 啊 在法院租赁里面呢 有这个故事 所以这都是啊 帝君劝我们 啊 不要吝啬 啊 要啊 勇于不识 啊 寄人之喜 好 底下我们再看呢 敏人之孤 敏就是怜悯 孤 这是啊 孤儿 孤苦伶仃的人 我们要怜悯他 要关怀他 爱护他 啊 就像对自己儿女一样 啊 啊 来 关爱 啊 这是一种啊 仁爱存心 那么 帝君 啊 这句话 啊 安氏先生呢 有一段发明 啊 开解这个礼 他说道 痛哉 天下有 隐隐无告 如孤儿若昔 这乎 啊 这是啊 一段感叹 说天下人 啊 有没有像那些 无依无靠啊 孤苦伶仃的人呢 能比孤儿啊 这些 这个啊 弱子 能强呢 换句话说 这些啊 孤儿弱子 他们是最 值得怜悯的 他们是最没有依靠 最苦的人啊 往昔父母无恙时啊 一层恩情 故父 爱若长诸 一层捧腹提携 空气不受 谁料忠道上主啊 骨肉捐气 此故九泉之下 所以痛恨于 侮辱何者也啊 这也是感叹 这些孤儿 他们过去也有父母啊 可能父母因病啊 要主 那么当他们父母在的时候 父母对他们 也是恩情 故父啊 恩爱有加啊 对他们 视若掌上明珠啊 其实哪一个父母 不对自己的子女 视若掌上明珠 那么 他们 也受到啊 捧腹提携啊 这个像婴儿 捧在 父母怀里 或者背负在啊 这个父母的肩背上 父母 这个提携 爱护 带领 都担心自己儿女啊 不长寿 不健康 谁会料到呢 这些儿女啊 中途丧亲 骨肉分离 这是最令人啊 遗憾 痛苦的 所以此故九泉之下啊 所痛恨于侮辱何者也 再没有 这个其他事情 比这个事情 更让人痛心 疑恨 啊 那么特别是啊 九泉之下呀 这些父母 他们是更加的 痛心 疑恨 所以下面说 几乎人为推己及人之念啊 最为凭数而啊 几乎是感叹的 说 哎呀 人 只有什么呢 推己及人 人真正有这种念头 才叫做 凭数 凭是政治 数 我们讲终数 什么叫数啊 推己及人 就叫做数 所谓己所不欲啊 勿施于人 这个数是上面一个如字 下面一个心字 叫如其心啊 就是 当 别人在这个境遇的时候 我们也要啊 有他的那份啊 信思 假如我是他 又是什么样子的 有这一份的 存心 是人如己 这叫数 所以当子贡 向孔子请教啊 一生 能不能有一个字 可以终生奉行的 孔子告诉他 一个数字啊 数字就是仁爱之心 所以 所以真子讲啊 说 夫子之道 中数 而一 孔老夫子 他的道 是什么 归纳起来 就是中数 这个平数 就是中数 平是正直 那就是中 啊 中 是上面一个中字 下面一个心字 心是中正的 正直的 啊 数呢 心是仁慈的 那么 朱熹解释 中数二字 啊 何为中 何为数呢 进己呀 之为中啊 推己之为数 进己 就是进到自己的心力 尽心尽力 这是中啊 帮助别人 毫无保留 嗯 树呢 就是推己 推己及人 就这里讲的 啊 有推己及人的念头 啊 世人如己 看到这些孤儿 这么孤苦伶仃 就好像自己的子女 这样子啊 不愿意自己子女 这样孤苦伶仃啊 就不可以让他们了 有这些 痛苦 所以啊 要帮助他们 爱护他们 给他们温暖 给他们爱 这里讲啊 假令五只子女啊 灵顶孤苦 忽有人人君子扶持 而予亦之啊 五只感恩 为何如者 所以假如我自己的子女 像他们那样 孤苦伶仃 突然有一位 人人君子 他来帮助 我的儿女 扶持就是帮助啊 羽翼 就也是 光怀 就好像啊 这个母鸡啊 用翅膀 这个这个暖一只啊 暖就鸡蛋啊 这个全身啊 就这样子 浮在这个蛋上 浮蛋 用翅膀还护着 这暖一只啊 那我的感恩 真的是无限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就要用同样的心呢 去爱护那些孤儿 所以下面说 或有凶暴恶人 灵略而耻辱之 五只隐恨又何如者 假如我的这些儿女 遭受到啊 凶暴恶人的这个略带 羞辱 那我的这种恨 又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不想自己儿女啊 出现这样的状况 怎么可以自己对别人的儿女啊 能这样做呢 所以过约 人皆有所不忍了 达之于其所忍 忍也 这不忍 就是一颗不忍之心 不忍之心 就是仁爱的心 这个忍是残忍的意思 不是啊 这个佛法里讲的忍辱 他这里是残忍 见到人 孤苦伶仃 不肯帮助 这种心呢 就是残忍的心 因为这个把这爱心呢 给覆盖住了 所以能够啊 通达 这个忍 的道理 这个 能够啊 有不忍之心 测忍之心 这就是啊 人 孔子说的人啊 因此 命人之孤 讲到底 就是个仁爱之心 那么底下讲 少使父母 故为孤义 推而论之 外武苏伯 内险兄弟 解孤也 这解是什么叫孤 从小失去了双亲父母 这是孤啊 孤儿啊 那么 推展开来 这个孤 也包括啊 他没有 叔伯 或者是自己啊 没有兄弟姐妹 孤单 这也是称为孤啊 那么这个孤儿 这种啊 孤单的人 现在当然是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都是啊 这个 生育一个子女嘛 内险兄弟啊 这是没有兄弟姐妹的 最多是有堂兄弟姐妹 或者表兄弟姐妹 亲兄弟姐妹的 很少了 所以现在的孩子 他们这种个性 他们的思想 跟过去啊 这些孩子不一样 现在的孩子 他的自我中心很强 很难合群 他的自私 心理啊 很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 没有在这个 大家庭的氛围里成长 他的心量啊 就会啊 狭小偏激 那么这个 对这些人 我们又怎么样 闽人之孤呢 现在很多的父母啊 都面对这种问题啊 这个独生子女 不好教啊 很难带啊 那么 这就是需要啊 大力的 提倡 家庭教育 让这个孩子 他从小能接受到 这个 正确的 正常的 伦理 道德 教育 养成 良好的 为人 处事的心态 和生活 的习惯 让他这一生啊 能够走在健康的 轨道上 因此家庭教育 非常重要 那么家庭教育 必须是基于 伦理 道德 因果的 这种教育 所以 需要 父母 还有老师 首先要有这种意识 意识到 现在的教育 要 抓紧 伦理 道德 因果 这做人本质的教育 而不是啊 光强调分数 强调 记忆 或者是 这些啊 这个这个 技巧性的 技术性的 培养 那些都是次要 要让孩子养成一个正常的心理 和高尚的人格 这是 顾国之本 国家下一代就要靠他们了 他们如果生活在扭曲的这些观念当中 心里不正常 偏激 自私 将来国家就会打乱 所以古人讲啊 蒙以养正 圣公也 这个同盟 就是儿童啊 就要养他的正 让他 有这个树立啊 正确的道德观 人生观 宇宙观 这个做这种教育啊 那是圣公 圣人的公业 这个 每一个父母 每一位老师 都要担当起这种责任 所以这是 闽人之孤啊 那么 底下讲 门帅 错不 错不 晚有儿兮 借孤也 这个孤也不一定是指儿童啊 这个年老的人 假如没有啊 儿女 门衰 就是家门衰落 家道衰落 错付 这个错是福 福 这个很薄 错薄 就是福很薄 为什么福薄呢 因为啊 年轻的时候 不懂得修福啊 所以晚来 光景啊 就不好了 那么 那么来自啊 到 这个年纪很老了 才有啊 儿媳 这个 或者甚至没有啊 儿女 那么这些都属于啊 孤啊 那么 诱惑 幻游 福顾 寄 寄 他乡 一故 也 这还有一类的 比如说出外做官的 叫幻游 出外做官呢 到了个新地方 这个人生地不熟 或者是啊 在外面 在外面经商 福顾 这是经商啊 做生意的 寄寄他乡 这是在他乡啊 寄居 这也是属于故 甚至啊 道高悔来啊 得心 得修 傍心 亦故也 这还有就是啊 这有一类高士 道德很高 所谓是取高 恶寡 你的德行很高 这别人看到了 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就啊 会嫉妒 会毁谤 所以 道高 毁来 得修 傍心 自古 皆是如此 你越有 声望 这个毁谤啊 就越来越多 就像我们的 师父 你看他一生 基本上都是在啊 这个 嫉妒 毁谤 当中啊 走出来的 他是 始至不渝啊 不管有什么障碍 不改 不改 初衷 立定志向 弘法 立生 担负 如来 加业 到今年 八十多岁了 这还有啊 毁谤 毁谤之人 当然这个 随着 我们师父的这个 啊 经教 和德行 越来越被广泛大众接受 这些他自然 就会啊 销声 一几 但是我们师父 从来都是啊 文棒 不变 人家怎么个毁谤 不用去辩解 不辩解 这是最高明的 不仅不辩解 根本都不需要啊 去跟他 这个这个 劳神费力 啊 根本不用去啊 起心动念 就像两番视讯里讲的 文棒啊 耳怒啊 就好像啊 春禅作茧 自取参眠 你这个 听到别人回报 你发怒 你要去辩解 这是 就像春禅作茧 自己捆着自己 出不来 那文棒不怒呢 就好像 举火焚空啊 终将自息啊 你拿着这个火 烧一个 一个柴 你把它举到空中 始终会有什么呢 火烧尽的时候 终将自息嘛 你不用去辩解 那么 这是真正啊 有德行的人 可是啊 这个难免就是啊 德高回来啊 德 这个道高回来 德修 棒心啊 这也叫孤 至少我们一般人看呢 他很孤单 没人跟 没有人能够跟他 这个啊 携手共进 那一方面是啊 跟他要有相当水平的德行 这才能跟他得 携手共进 所以他自然也就取高和广 所以这里就讲的 孤的内容是很广泛 孤之图既广啊 敏之端呢 一多 那孤这个 内容是这么广的 当然怜悯的地方也就很多了 那么这里 我们讲到的 对不同的人 要不同的方式 同是一颗仁爱之心 方式啊 就要不同 比如说 对于真正的孤儿寡母的 那我们就要啊 多方的周济 多多的爱护 那么 对待啊 这些 那个 像我们讲的 像叫独生子啊 子女啊 这些也叫孤 那多多的教育 那么对人多多的关怀 对待这些德高之人啊 我们要 敬重 要向他求教 这个 让他 也能够啊 有安慰 自己的法 能有传人 有这些志同道合的后进者 来继承 他的事业 他也就不觉得孤了 实际上 他真正德行高 他不会有孤的这种感受 孤 这种念头 都是一种妄念 一种执着 其实 一切众生皆是我一体 怎么会有孤呢 但是我们 常人看起来 好像觉得他很孤单 那是我们凡夫的念头 那么这帝君是对我们凡夫讲的 那我们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对待 可是这个同是一颗 仁慈的心 那么底下是举帝君一则 可从其类 这是举出帝君的一个例子 来说明什么叫闽人之孤 那么这里讲的是 未有重权 那么这是讲到是帝君在周宣王的时代 我们前面 大家如果有印象 可能会记得 帝君这17世的转世当中 有一世是在周宣王那个时代 我记得是第二则故事 那么他叫做张宗四 张宗四 那么别人称他叫做孝勇 张孝勇 因为他这真正是孝勁 这个信友 这个团结家人 敬重了兄长 他的兄长虽然过世了 他还把自己的这个次子 这个过继到他的兄长门下 用这种方式安慰他母亲 这样的心 后来继承他父亲的这个职业 他父亲原来是做教育官员 后来是被这个天子 贬官 流放 客死他乡 这个周宣王呢 上来的时候 就把他父亲的这个过去啊 无罪 流放的这些人的儿女找回来 给他副官 是这个一个年代 那么当时呢 有一位呀 这个同事 帝君有一位同事 这个叫做伟中将 那么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那么这位朋友死了以后啊 他们有儿子啊 有五个女儿 都孤苦啊 无疑 所以帝君呢 很怜悯 他这位朋友的这些女儿 于是呢 就帮助啊 这前面三个大的女儿呢 这个贝里啊 出嫁了 那么另外两个小的呢 就寄养在啊 这个一个同事家里 长大以后呢 就嫁到了这个帝君 自己的两个儿子 那么他的两个儿子 一个叫阮明 一个叫茂阳 这是什么呢 让自己朋友啊 九泉之下 也得到安慰 这是命人之故 那么这个安息先生 小柱里面讲 说帝君的两个儿子 一个叫阮明 一个叫茂阳 他们呢 都是很有出息的 到后来啊 这个他们也转世 在西晋呢 出生 做了谢东山的儿子 后来呢 在唐朝啊 又是张九龄 还有宋太祖的 这个宰相啊 张祈贤 以及司马光 都是啊 都是啊 他两个儿子的后生 所以一个 一个人呢 他有福德的 必定是投生到 有福德的家里 因此我们 要求好的儿女 必定要自己啊 这个广性应得 存善心 做好人 自然感召啊 跟你同类的人 来投生 好 我们继续来看 下面一句 容忍之过 这是啊 包容别人的过失 安氏先生 在这个发明当中啊 用孔子的话 孔子曰 公其恶啊 勿公人之恶 又曰 公自厚 而脖则于人啊 圣贤千言万语 无非欲人自求其过儿 自求其过 则实事凡己啊 无瑕责人 这是孔子说的 公其恶 就是公积过错 不是啊 去攻击别人的过错 那是攻谁的过错呢 攻自己的过错 所以我们读圣贤的典籍 最重要的 是犯求诸己啊 不是用这些教坏 来作为良耻啊 去量度别人的过错 对别人的过错 我们要包容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呢 要等 有耐心呢 等待他来改正 过而能改 善莫大言啊 他真能改 他就是个大好人啊 那这些话都是啊 对如何包容别人来讲 不是对自己讲的 如果对自己 自己犯了过失 哎呀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我这过错 也是正常的 这样子呢 大错特错了 责任啊 不可以啊 严格 要会包容 但责己啊 那就得严格 严以虑己 对自己一点过错 都不可以啊 孤息重容 是要啊 把他杜绝而后颖 所以有时候啊 我自己 因为也在学习这些圣贤典籍 看到这些修养的书 看到这些佛法 中讲的戒律 很惭愧啊 自己也是说道啊 做不到 所以 对自己 真的是啊 这个天天忏悔 有时候啊 自己都打自己嘴巴 真的是很不像话 师父常说 学为人事 行为事法 我们自己表演的是什么样的样子 带领众生 把众生 指引到什么样的方向 所以自己啊 无意当中 如果松懈了 那么就造成啊 极重的罪恶 所以常常有这种学为人事 行为示范的心 要想到 我能不能够为佛法 为啊 圣贤教育啊 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现在我们都是佛门中人 假如啊 把佛法形象破坏了 这个罪业就造成纵 所以啊 常常返修诸己 严厉的 自我批评 改过自心 那孔子下面又说 共自后啊 而脖则于人 如果自己能够啊 责备自己 重重的责备 这个后就是重的意思 对自己不能够啊 苟且 不能够啊 放异 小过 都不能看清 那么 责备自己重了 自然责备别人就轻啊 就脖则于人 因为 真正修行人 改自己的毛病都改不完 哪有行功夫去看人家什么毛病 所以 师父让我在这边呢 说带一个班 我自己啊 知道自己的金量 真的不足以啊 未认识 不足以啊 有这个资格带班 我把自己是做为什么呢 是班上的一名学生 不敢啊 对人有任何的管束 最多是提倡一点 大概是听经比较多一点 知道的道理可能会啊 稍微多一点 跟大家可以分享一点 这些经验 那人家怎么做 那不能够啊 去管人家 你管人家 老看人家的毛病 没想到自己满身的毛病 所以 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就好好自己成就自己要求 人家愿意学的 他自然会努力学 他不愿意学的 你编他打他 也没用 所以 这个心就平了 我们就真正啊 集中精神力量 改自己的毛病 自己改好了 别人看到 哎呀 你进步了 对他就是一种震动 那他就能够上进 这都是啊 自然而然 随到渠成 所以先面讲啊 圣仙千言万语 无非是欲人自求其过而 你看这句话多重要 圣人讲了这么多 讲来讲去 讲什么 就是让我们自己自求其过 自己挑自己毛病 改正自己的毛病 不是让我们呢 去求别人的过 老看别人的过失 自己过失重了 所以六祖大师啊 他说的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事先过 真正修道之人 怎么会啊 心里老 看着别人有什么过失 放不下呢 凡是看别人过失 都是自己有过失 红一大师 他举个例子举得好啊 他说我们看人过失 就好像什么呢 自己鼻子上有一个默点 你去照镜子 发现镜中人 鼻子上有个默点 因为是你在那批评 在那嘲笑指责 你这么一点不卫生 你的脸上有个大默点 都不知道 骂那个镜中人 我们看人的过失 不就是等于这个样子吗 别人都是镜中人 都是你内心中的反应 在佛法里讲的太清楚了 一切法由心响生 外面的境界 通通是你心的反应 你有这个念头 外面就有这个境界 心境是一不是二 当我们看到别人 有过失的时候 当下自己就有过失 所以要怎么做 看到镜中人 鼻子上有默点 解决的方法 是拿条湿毛巾 把自己默点给擦干净 然后再看镜中人 他也没默点 所以啊 真正圣人 自求其过 自改其过 到最后他一看 外面没有凡夫 全都是诸佛菩萨 释迦摩尼佛 承到了 他说 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他看一切众生 就是跟他一样 都是诸佛 印光大师说 看一切人 都是菩萨 那自己就是菩萨 当我们看别人 都是凡夫 自己就是凡夫 你是什么样的境界 你看到外面境界 就是什么样子 你鼻子上有默点 你看到镜中的人 也就有默点 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下面讲 自求其过 则时时反己 无暇责任 自己一天到晚 就是反省 减点 忏悔 改过 这时间都不够用啊 哪有闲功夫 去责备他人呢 底下有说 人有有信之过 有无信之过 无信之过 亦是我 有信之过难容 然学者有志容人 偏要从 比有信处容起 有信者上容啊 况无信乎 这个 有信之过和无信之过 程度不一样 就像弟子归相讲的 无信非名为错 有信非名为恶 那么有信犯过的 故意的 这种就是恶啊 恶劣了 无信犯的 这个过失呢 那也是有错 但是我们要容人之过 不管有信 无信 无信的过 当然 这容易包容 你能理解 他不是故意的 这容易理解 容易宽恕 有信之过 就难容 他要是有信 给你造的 故意刁难 你可能马上 就跟他对立了 你不肯包容他 那就是你不能进步 所以学者有志容人 你真正有志气 学习圣行 从哪里学起呢 容人之过学起 容人从哪儿容起呢 偏要从有心处容起 就是别人故意来刁难你 毁谤你 陷害你 障碍你 你要能包容 这就是佛家讲的 忍辱 有心者上荣 他有心来刁难你 来陷害你的 你都能包容 那况无信乎 这无心来 陷害这个障碍到你的 不是故意的 那你当然也能包容 所以 这个修行 要从难处下手 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 这样提升就很快 好 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容人之过 这一节还没讲完 明天我们继续 讲的不妥之处 请诸位大德多多批评指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